大家好,我是陈默,喜欢听故事的朋友,点击订阅,关注,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。 那天我下班之后,简单的吃了口饭,然后继续的干着在公司里没干完的工作。 可就在这时候啊,门响了。 我心生疑惑了,老婆出差去了,平日里边也没有人来家里边啊,那会是谁呢? 我一边想着,就一边过去开门,等看到门外的勾勒着身子,拄着个拐杖销售的身样的时候,我兴奋起来了。 因为这是我外婆,外婆,你怎么来了? 我一边牵着外婆的手,一边走进了屋里,然后还问着她,是舅舅送你来的吗? 她怎么不上来坐坐呀? 舅舅在城里边买房子了,她呢,经常接外婆过来住上一段时间,然后再送回去。 外婆的手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冰凉,我心里边咯噔了一下,我张口就要问她是不是生病了? 可是没等我开口呢? 外婆已经说到了,你舅舅送我上来坐会儿,她还有事儿呢,她说啊,晚点过来接我啊。 我点了点头,然后扶着外婆坐去,走进厨房里边啊,我寻思着给她吸点水果什么的,可是外婆呢,就叫住了我,就不用了。 她来的时候,她来的时候,吃过饭了,现在什么也吃不下。 她的目光看到了桌子上还没有收拾的饭盒,就心疼的跟我说, 你一天上班那么累,就吃这个呀。 我黑黑的干笑了两声,没有,就是随便垫吧垫吧肚子,等我宗宗做完了呀,我还得出去吃一顿呢。 外婆白了我一眼,就说,算了吧,外边的东西多不干净啊,还是让我给你煮碗面吃吧。 我笑着点了点头说,那我帮你做。 我是外婆太大的,小的时候,父母都在外边忙着打工赚钱,也没时间管我,就把我送到了外婆的身边。 外婆是一个特别慈祥的老太太,这人嘛,又热心,村里的人都特别喜欢她。 我刚到外婆家的时候,由于对环境并不熟悉,加上想父母啊,我每天就是哭个不停。 而外婆总是让我尽快地喜欢上这个地方,就每天买了糖果,分给村里的小孩,然后让村里的小孩来我家里边找我玩。 这一来二去的,我还真就有了几个相熟的朋友,也渐渐的开始喜欢上外婆家。 我在外婆家住了七八年,一直到上了高中,这才和外婆分的。 外婆嘛,大大小小的有八个孙女儿孙子,但是这么多的孩子当中呢,她最喜欢的就是我。 小时候,每次上街,总是不忘了给我买一大堆的好吃,等我吃完了,这才会分给别人。 当我上了高中了,因为学习忙了,我就很少再回家去,那时候电话还不方便,每次母亲从外婆家回来,总是会告诉我,说啊,外婆很想你,那你有空的时候,一定要回家去看看的。 正因为这个原因,每次放假,含假,暑假,暑假,我总是在家里边待不了几天,就会到外婆家,外婆一看着我呢,总是像变戏法似的,从兜里,柜子里,罐子里,掏出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里,然后把我的口子塞得满满当当的。 尽管那个时候,我已经不喜欢吃这些了,但是想到外婆一直惦记着她的外孙子呢,我这心里边还是每天怎样。 光阴四见,我上大学,毕业,到工作,然后安定了下来,这六七年就过去了,外婆啊,总是每隔个两三天就打个电话过来,问问我啊,找女朋友了没有啊,什么时候结婚啊,可是我总是给她没法满意地打, 这时候电话那头啊,她总会是先是一段短暂的沉默,随后就是一声常态,外婆就会失落地跟我说, 你快着点儿吧,外婆我等不了那么久了。 这样的话,外婆说了很多遍,但是我一次都没当真过,因为外婆同样也说过,没有见着我娶媳妇生孩子, 她是不会死的。 2013年的时候,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,并且同居,外婆听了这事之后啊,媒体多高兴啊, 过年的时候,非让我带着女朋友去她家里边过年,说呀,她已经熏好了鸡和鱼了, 但是我没有答应,而把她接到了城里,趁着过年的那段时间, 和女朋友两个人带着她好好的出去玩了一番, 那是老太太第一次出去玩啊,我给她拍了好多的照片, 回到老家之后,她就整天的拿着这些照片,村里人炫耀, 说呀,我大外孙子带我去哪儿哪儿哪儿玩了,吃了什么好吃的, 哎,那脸上真的是充满了满足的神色。 面很快就煮好了,满满的一大碗,上边堆了一大勺子肉沫, 那是外婆亲手做的,破舅舅送给我们的, 每一次我煮面的时候,都会弄上一大勺, 就好像吃着了外婆亲手煮的面一样。 那面条的味道很好,我几大口就吃完了, 然后继续地做我的工作, 而外婆则坐在外边的沙发上,看着我工作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吧,外婆突然站起来,跟我说, 外婆,要走了,以后,你得好好地照顾自己啊。 啊,外婆的语气有些伤感, 但是我没在意,我还跟她说呢, 你不是说待会儿舅舅来接你吗, 急着回去干嘛呀,再坐一会儿, 我这工作呀,马上就完事了, 等我做完了,带你出去溜达溜达, 买你最爱吃的绿豆糕。 外婆打断了我, 我等不了了, 现在, 必须得走了。 说完, 拄着拐杖就向门外边走去, 它的速度很快, 简直可以用剑步如飞来形容。 我微微地愣食之后啊, 就赶紧地朝外边追, 可是等我到了门外, 楼道里空空如也, 外婆早就不见了, 我这心里边有些害怕了, 先想着外婆不会滚下楼梯去了吧, 赶紧地朝下边大声地喊着, 外婆, 外婆, 可是没人答应我, 就在这时候, 我的脸上不知道谁呀, 打了我一把呢, 醒了我, 我这才知道, 才做了一个懵。 妻子出差回来了, 她坐在床边, 一脸凝重地看着我, 我问她,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? 妻子盯着我看了几眼,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, 多了片刻啊, 我没说, 我告诉你一件事, 你不要伤心啊, 我心里边可蹬你, 隐隐地觉得这是有什么不好的事发, 下一刻, 妻子的话印证了我的直觉, 她告诉我, 中午的时候, 她接到了舅舅打来的电话, 说外婆生病走, 舅舅怕我想不开, 这才让妻子回来看看我。 听到这个消息, 我有一些不敢相信, 一个星期之前, 我去老家看她的时候还好好的呢, 这怎么突然就走了呢? 妻子说, 其实那个时候外婆已经病得很严重了, 只是她不想让我担心, 这才装的啥事也没有。 我摇了摇头, 连说了好几个不可能, 只是说着说着, 眼泪就掉下来。 就在刚才, 我还梦到外婆了呢, 一定是她呀, 舍不得我, 这才来家里边见我最后一面。 至于, 为我煮的那碗面, 都是因为一个星期之前, 我告诉过她, 我想吃她煮的面。 好了, 这就是给我煮面的外婆, 如果你事业, 财运上有什么困惑, 八字预测学业, 婚姻健康之类的, 可以加一下这个师傅的微信, 199-3486-310, 199-3486-310。 这就是给你拿起来, 请我看那个星期。 这个薄荷准你, 就是我们的薄荷准, 感谢观看